大家好 我是陈寗 今天呢 这位 MBO 的 brother 呢 他家的电视墙 终于快要完成了 很多人呢 一直在敲碗说 那位 brother 什么的时候才会装潢好 但我必须说 像这种会买这种旗舰系统的 brother 呢 他家的装潢时间总是会特别久 为什麽 因为对细节要求特别多 我们今天来看什麽 今天要来看就是这个我 这个觉得啦 堪称典范级的 一定要跟大家分享的 第一次 看到一个线潮做得这麽棒的 我们就直接先进入这个重点 这位 brother 呢 他用的是 MBL 的机器 那 MBL 机器我们知道 特别大特别重 所以呢 这个小五台就是专门用来放机器的这个小五台呢 他绝对要有非常好的承重力 那那个时候啊 还在说不然就用个什麽 砖头啊什麽的 但是那个时候设计是说 没关係 我们就给他用铁键就好 然后那个时候还有提到就是说 因为 他 MBL 他的那个喇叭线 两边都各要用两条 因为他是把 AMP 设计的 所以呢 他这样两条两条 也就是说呢 别人是一条一寸的线 他要两条一寸的线 所以那个时候说 他不然线潮就做宽大一点 做十公分乘十公分 于是 今天就得到了这个东西 来我们看一下他的结构 全部都是用西行钢做的 然后呢 这个线潮直接用这个西行钢 把他隔一个这样的空间出来 这个电源钻线是暂时放这里啦 之后不会放在这个地方 也就是说呢 这个十公分乘十公分的这个线潮 完完全全就是留给喇叭线用 然后留了之后 再从那边的洞洞 直接把他 伸出来 怎么样 这个线潮设计 完美吧 完全没有什么转折 就是直直的过去 多棒啊 再来 你一定说 那就只是放个铁件吗 不 这个铁件呢 是等我来看 确认好之后 这个里面要灌浆 直接用水泥呢 把这里面填好填满 最后呢 填完之后 上面会再盖一层铁板 最后上面 再放石板 所以呢 他等于呢 他的整个柜体呢 就是一个铁板的延伸 非常的稳 而且绝对不会有空腔 之前呢 我们都是说很担心这东西里面有空腔的话 会共振啊 干嘛 但不会 他直接就是用水泥把他填好填满 没有空腔 而且 石板跟水泥中间还有一块铁板 那MBL 机器很重 我们就不用担心那个 是不是会有不小心压到 然后受力不平均 石板破掉 统统不用担心 所以 今天这个 我必须说真的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线槽设计 那当然最后完成会是什麽样子 我们现在不知道 可是看到这个样子 我心已经大概放心了百分之八十了 而且呢 为什麽会说他做得很棒的就是 他除了这个线槽是这样之外 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有一条橘色的线 橘色的线 他呢 就是这个地方 出来的线槽 就长这麽宽 然后就这样一路过去 你看他连钉这个 这个气钉呢 都是沿着这个线钉的 有没有 这意思就是因为他上面下面呢 有脚料 所以他的线槽一开始就是用脚料做的 他不是像人家有些是脚料都下好 再来把脚料锯断 不是 他是一开始就设计好了 然后这麽宽的线槽呢 从这个地方出来 来我们看一下 有没有 那里有一个好大的洞 在右边 这个地方 可以看得到 所以呢 他的整个线槽设计呢 就是以一个 没关係 我就做大一点 保证你绝对够用的概念来设计 所以呢 这个线槽我只能说 真的一开始 一定要跟设计师好好沟通好 因为他们其实是做到 而且他们往往做的可以比你想像的还要更好 只是呢 有的时候可能沟通没沟通好 那可能就会出一些小问题 那 这些都完成之后呢 其实还有一些小细节要注意 首先第一个呢 就是开口的大小 像这个地方是线要进去的位置嘛 喇叭线过来 从这裡下去 再传出去 那这个地方呢 就有一个很大的开口 到时候呢 石板铺好之后 他的开口就是这么大 那为什么要这样呢 因为 有很多讯号线 电源线 什么多出来太长的 全部都可以藏在这个里面 那你不要想说 那这以后会掉张东西进去怎么办 然后 我只能说 其实 以音响来说 相较于掉张东西在里面的 线材上的张无耳更令人烦恼 这可是玩音响必然会遇到的事情 因为就是一条长长的东西 他一定会沾灰尘 所以 这个就不要理他了 也不要想说要盖盖子什么的 以像MBL 啦 这种比较旗舰的音响 那线都很粗的 所以你做了盖子 最后那个盖子也是 只是请你收起来 因为用不到 全部线下去之后盖子就盖不了 那这是第一个开口 那第二个开口呢 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也是刚刚一个讨论重点 就是这个洞 通常来讲呢 除非是木座 不然呢 这个地方通常是装石板 那石板的话 他的这个开口 就一定会看到那个石板的横切面 那看到石板的横切面不好看嘛 所以 通常外面会再加一块盖板上去 可是盖板的洞呢 通常都不会这么大 而且因为他盖板要锁上去 要有螺丝的位置 所以通常洞洞会再小一点点 所以一定要确定呢 就是这个盖板 最后 出来的那个大小 有多大 不要说里面线槽做得那么大 结果出来的线洞只有这样 那刚刚讲了 这有两条一寸直径的线 所以他的洞呢 至少要能够两条一寸直径的线出来 那这个 坦白说啦 就一开始沟通好就好 因为你后面都已经做这个样子了 通常不会在这个最后一里路发生意外 但还是要确认好 就是你的线到底是多出几条 会占多少空间 这些事情都要注意好 那另外呢 还有一个就是 就是在这些配线呢 他要盖板之前 因为线你看着 很简单很方便 可是你要知道他之后是盖起来的 那盖起来之后你就看不到了 所以就最好也是请那师傅呢 每一个线槽都要至少留一条引线 就是留一条线的那个地方 那之后要穿东西的时候 就直接绑着穿过来就好 比如说这边可能你会觉得 这就直着出去而已 没什么大不了 可是像这边呢 就比较麻烦 因为这里的距离比较远嘛 这还有电池什么的 所以像如果请那个 那个设计师在这留引线的话 那到时候我们要接光纤 这里的光纤要接到下面 然后这里HDMI 要接到那边 就那个洞洞 那到时候呢 这边都装好之后 再把那个HDMI 绑好 拉过去 就搞定 有人会说 那我是不是提供线 给那个设计师在这里先拉 我通常建议不要 因为呢 你留线在这边 其实对设计师来说也很困扰 他还要担心你的线会不会搞丢啊 干嘛的 你说先拉上去 你把线留在这边 人家汽油漆的时候怎么办 也是造成别人困扰 所以像这种线呢 为什麽我一直强调说线槽应该先做后面比较好穿 就是因为你不可能把线留在这边 给他慢慢穿 你给他慢慢穿的话 他 说穿了啦 就是你穿了放在这边 你也不放心嘛 对不对 有的时候你买了说 Nodos 的线 一对一百多万 ZioTaker 的线 一对一百多万 你放心放在这边嘛 你肯定不放心 都在后面台穿 那后面台穿 你就不可能把他 现在线槽不做好 到时候穿不过怎么办 好 那再来呢 就是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 线材的长度 线材的长度的话 你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做出来是完全对称嘛 对不对 因为他的机器要放在正中间 然后喇叭放在两边 但是呢 那并不是每个人家里都会像这位 brother 一样把机器摆出来 有的人他的机器其实是藏在这个柜子里面 那藏在这个柜子里面的话 有时候就会想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 这个喇叭离柜子那么近 那是不是这个线短一点就好 那边的线再长一点 不行 这个音响的线 你的长度 其实是会影响声音的 那影响声音的话 那你就知道 这边太短那边太长 可能是不合适的嘛 所以 两边的线 长度一定要够 这也是我会说 为什么我柜子要做深一点 因为 你看 如果你的喇叭在这里 线从这样过来 他这边过去 比如说假设 这边拉过去 线要用7米 那你7米拉过去刚刚好 可是这边也用了7米 那是不是后面会有一个线卷在机器后面 那如果你的柜子做太小 你那个线卷 那个多出来的7米线 你要藏在哪里 你没有地方藏 所以 柜子 能做大 当然是做大一点 那质不济 你也要机器的深度 后面再留一些 你的线才有地方放 那 这些尺寸 都搞定之后 最后 就是 这个 电视 电视的高度是一个难题 为什么呢 因为 你现在这个机器放上来之后 上面还要放电视 那很多时候在做这个电视的时候 那当下的预想都会是觉得说 那我电视就跟机器 就切齐就行 可是这样是不行的 为什么 两个原因 第一个呢 机器很热 你电视一直有一个很热的东西在下面轰一个电视 其实 电视也用不了太久 除非你很明确知道说你电视下面机器是不热的 比如说你电视下面就是个前几 什么的不热的东西 那还 ok 可是呢 第二个问题 你今天电视 是这样子切齐的 他下缘切齐机器 然后你过来 在这个地方 有这个沙发 你坐着的时候 有的时候沙发比较矮 你就会发现你机器的上缘切到电视的下缘 他看起来会很好笑 所以呢 电视放矮一点是必要的 要不然你会仰着头看电视嘛 可是呢 你还是要避免刚刚讲的 机器会轰到电视 然后你的机器的上缘会切到电视 所以通常我会建议 电视呢 要在机器的上缘再往上十公分左右 那至于往上十公分还是二十公分 这个我会建议你看看你家的深度 比如说像 比如说你到沙龙好了 好沙龙的电视的下缘离地超过一百二十公分了 为什么 沙龙很深啊 我这么远 电视肯定是不会放在地下的嘛 可是如果你家没有那么深的话 那电视的高度就还是要以你舒服为主了 那还有一个 也是常常会被忽略的 就是地板 你可以看到这里有画一个框框 对不对 这个框框呢 就是要放喇叭的位置 那这个放喇叭的位置要注意两件 第一个呢 你可以看到 他放喇叭的位置为求对称的关系 所以他后面是柜子 那这个柜子呢 你一定要记得 两个重点 第一个 你放了喇叭之后柜子还打不打开 如果放了喇叭之后柜子又打不开 比如说这个喇叭如果再往后三十公分的话 这个柜子这个柜门就打不开 那讲究 没有意义嘛 那你一开始不要说柜子就好了 所以 第一个 你要规划说这喇叭 放了之后柜子会不会打不开 那他的MBL 离墙远一点是OK的 所以呢 你看他这样子还是可以打开 这长度是OK的 那再来第二件事情 这是关于 你的感觉的问题 你看 这喇叭放在这里 等于这个喇叭 这个门 会被挡住 有没有 他是挡住的 上面的柜体也是会被挡住的 而且他 MBL 嘛 所以他这么高 他这个柜子会被挡掉三分之二左右 那你可以接受吗 如果不能接受的话 那喇叭势必要挪过来一点 可是啦 我必须说如果你真的不能接受这事情 那我会请你跟设计师沟通 一开始就不要在这个后面做柜子 你还不如干脆这里就不要做了 直接整个挪过来喇叭放在这里 所以这个东西要思考一下 那另外一个就是水平的问题 你看喔 这边画了一个格子有没有 这边也画了个子 这里 也画了一个个子 为什么要做这个呢 因为 这个喇叭他其实我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 就是我们摆好喇叭之后 其实是会用雷射墨线机 去打线 把两支喇叭的高音呢 对到一样的位置 然后喇叭调水平 可是呢 我们后来发现 有很多Brother家呢 他应该说几乎每一位Brother家都有这个情况 就是放喇叭的左边跟右边高度不一样 那这个事情呢 我们也很意外啊 就是 他在铺地板的时候不是有打木线机抓水平吗 怎么会不一样呢 后来我们问呢 蛮多的师傅才知道说 这东西呢 在铺的时候呢 确实是抓水平 可是最后还要维持他的水平 是比较难的 尤其是这种频数大的空间 所以 后来找出一个折中的方案 就是呢 你其他地方有没有频 就是 你自己尽量努力 但是呢 放喇叭的位置 这边跟这边 一定要 一样高 这样子呢 才不会发现说 这边的喇叭跟这边的喇叭要调一样高的时候 结果绞定要伸长两公分 我真的有遇过这样 这个 另一边的喇叭跟另外一边的喇叭相差了 就地面差了两公分 所以他两边的喇叭是完全不一样高的 那 喇叭呢 我们在调整那个低频的亮感的时候 都是0.1 公分 在调 结果他一多就是多两公分 你说这东西怎么调 对不对 所以呢 一开始 我必须说 很多音响的这些小细节的东西 你在一开始装潢的时候就有做好的话 其实后续你要把这些声音弄好的时候 会是简单的多了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啦 那等下一次来的时候 应该就是带他的白色MBL 来装的时候了 非常期待 Brother也非常期待 就到时候再跟大家分享啦 我们下次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